大孙子 你看奶奶给你买了啥 哇 这是最新款的玩具和蛋糕 奶奶 你哪来那么多钱啊 嘿嘿 燕子妈每个月给我打好几万的生活费 我挥霍一下那用的完 嘿嘿 奶奶你人真好 奶奶 我干了一天活好饿呀 我想吃饭 吃吃吃就着吃 半个月都吃了我十几个大难关了 这个大土豆给你 可别再说我饿着你了 哦 那好吧 哎 蛋糕 蘑菇头你能不能 不能 只是奶奶给我买的 我自己都不饿吃啊 你这丑丫头 我是缺你吃还是缺你穿了 居然还想抢蘑菇头的蛋糕吃 真不要脸 哎呀 奶奶我不吃了 燕子你没事吧 我没意我好饿呀 王奶奶给我的土豆我根本啃不动 哎呀 这生土豆怎么能吃呢 走 一带你回家 妈 你看你把燕子都饿成什么样了 你怎么能这么对她 东美 你别瞎说 我刚刚还给她吃了个大土豆呢 妈 燕子妈每个月给你几万块钱的生活费 你就给她吃那个 哎 能省就省嘛 那你对蘑菇头可是一点都不省啊 你看看这些高档玩具 家里都快塞不下了 那我给燕子也买了 这些玩具和蛋糕 哪一样没给她买 是她自己不想要的 对 是燕子挑食 当中给她都不吃 燕子 你跟姨说是这样的吗 东美姨是 是我自己不想要的 我还是觉得不对劲 哎 打呀 正好你来了 你说她们说的是真的吗 这 这本书里说的清纯甜美笑话 不就是我吗 从现在开始 我要保持我平易近人的好品质 大家早上好 早上好啊 小梅 小梅今天是怎么了 和平时的她不一样呀 蘑菇头 你的纸啊 小梅你怎么了 什么怎么了 我不是一直都很平易近人的吗 小梅 这是你上次说要教训的女生 我把她带来了 冷少 我怎么会干这种事呢 这位同学 都是误会 我们交个朋友吧 我叫小梅 小梅 你在干什么 哎呀 我的性格这么好 怎么会看别人不顺眼呢 哎呀 小梅这样我好不习惯啊 就是 她怎么变温柔了 我得想想办法 小梅 你这个笔真好看 能给我用用吗 自己不能去买吗 好呀 大爷 给你用用 蘑菇头宝愿 蘑菇头 你最好不要挑战我的耐心 蘑菇头 你画得真好 蘑菇头 小梅还是回来了 你们喜欢哪个小梅呢 没吃饭吗 用点的 小笔眼 你们老板在不对啊 东梅姨不在 你要买什么东西 跟我说就行了 谁说我要买东西了 我是这里的房东 把今天的租金交一下 都拖现了大半年了 哎 我记得东梅姨前段时间 刚交过房租啊 那你是说我骗人了 再跟我废话我要搬东西了 哎 别别别 我这有钱 这些总该够了吧 蘑菇头 这么多钱你别胡来 哎呀 你怎么那么啰嗦 这里是我家 我说了算 算你实相 就你聪明 你以为我看不出来他是个骗子吗 这些鞋都是上次那个骗子的练功券 都是假的 那好吗 哎呀 我放在保险柜里的一百万去哪了呀 东梅姨 你说的是那些练功券假钞吗 上午有个假房东来收房租 蘑菇头都给他了 什么 那可都是真钱呀 哎呀 都完了呀 啊 东梅姨 那不都是练功券吗 哎呀 那个练功券早就被我扔了 这里面放的是我对象给我的财力钱 嘿嘿 是吗 要不照你对象再给你一百万不就行了 什么 你知道一百万什么概念吗 张嘴就来 你以为那是一百万快乐道吗 哎 东梅姨 对象没了可以再找 我推荐你用心欲 资料照片都是真人认证 都是奔着结婚去的 一上线就主动给你打招呼 嗯 真不错 不过对象我还可以再找 一百万我要怎么还 哎 今天今天东梅姨 耳朵要掉了 老皮儿 上午给我的贱力钱中有几张太久了 给我换一下 蘑菇头你快上 好 我来了 吃啊脑碎一棒 啊 东梅姨 我抓住他了 你要将你鸡腿给我吃啊 你你你你这最多算江湖补过 还想吃鸡腿 燕子你说 给不给他吃啊 快点给我删 我都冒汗了没看到吗 小皮儿 你们老板在不在 东梅姨不在 东梅姨不在 你要买什么东西跟我说就行 谁说我要买东西啊 我是这儿的房东 快把金钱的房租交一下 都拖欠半年了 啊 我记得前段时间 东梅姨刚交过房租啊 那你是说我骗人了 菜火废话我就搬东西了 哎 别别别 我真有钱 你看 最近总在够了吧 啊 毛胡桃 这么多钱你别胡来 你怎么那么多事 知道你是我家 我说了算 你可以去饭你实际 就你聪明 你以为我看不出来 那是个骗子吗 这些钱都是上次 那个骗子的念工卷 都是假的 那好吧 哎 东梅 买这么多菜啊 对啊 我对象趁着中秋节 来我家吃团圆饭 马上就要订亲了呢 那这是恭喜啊 不过你这菜好像不太够啊 团圆就该吃点硬菜 现在点外卖有折扣 以上每条外卖搜索团圆 超多地道美食通通五折起 评论区看看 真的耶 多亏你了 我得多点几个韵菜 那你忙吧 我先走了 哎 我放在保险柜里的一百万去哪了 东梅姨 你说的是那些念工卷吗 上午有个假黄桌来收房租 蘑菇头选给他啊 什么 那可是真钱啊 哎呀 都完了呀 啊 东梅姨 那不是念工卷吗 怎么可能是真钱啊 那个念工卷早就被我扔了 这里面放的是我对家给我的载礼钱 哈哈哈 是吗 要不叫你推向再给你一百万不就行了啊 啥 你知道一百万是什么概念吗 张嘴就来 你以为那是一百万欢乐道吗 今天今天 东梅姨我耳朵要掉了 小屁孩 上午你给我的钱有几张太旧了 给我换一下 蘑菇头你快上 好 我来了 吃二百万一棒 东梅姨 我抓住他了 你要叫你鸡腿给我吃啊 你你你你这最多算江湖不破 还想吃鸡腿 咋呀 你说给他带他吃 蘑菇头你快看 这是我用泥巴捏的工艺品 漂亮吧 哈哈哈哈 玩泥巴玩出花来了 这么丑的东西 你怎么好意思拿出来的 对啊 没妈的孩子 就是南东大雅之腾 我们玩的可都是高级年度 谁要看你这破玩意了 哎 你们怎么能这样 这是我辛辛苦苦做的 快赔给我 你给我滚开 哎 来来来来来 奶奶那几千某地里 泥巴要多少有多少 全赔给你了 对啊 那里的泥巴你想怎么捏怎么捏 不用客气 你们又批养了是不是 东梅姨 是大雅把泥巴带进来 把小门壶弄脏了 你快教训他 哼 别以为我不知道 大雅捏的那小泥人 早就给我看过了 你们就是故意欺负大雅 大雅你别伤心了 你知道你喜欢泥塑 特地给你买了这个艺术石膏画礼盒 哇 这是我一直想要的呢 哼 我当时啥呢 一点颜色都没有 太难看了 蛤 我做好了 哇 真是太好看了 王老师 这么巧 你也来挑家具啊 嘿嘿 这不是新家装修好了吗 挑选一下新家具 烹燃心动换新家 嗯 我帮你一起看看呀 好呀 一个小小的石膏画套装 居然能做出这么有趣的石膏画雕像呢 对啊 居然还是自己divy刷色的呢 大雅你把这个借我 大雅 滚 嘿嘿嘿嘿 大雅你看这个石膏粉 是不是很像面粉啊 对啊那又怎么了 哎呀奶奶不知道吗 万一哪天奶奶把这个当成面粉用了呢 蛤 所以啊 我得把这个拿走 放到奶奶看不到的地方对不对 对啊对啊 所以交给我你就放心吧 嘿嘿嘿嘿 谢谢你们骨头